中正国小一年一度的中正之心达人秀最近陆续登场 不过呢有别于一般比赛不是比唱歌比跳舞 而是要比会折衣服 而且呢要折得快折得整齐 许多家长对于学校的这场比赛都感到相当的赞同 因为无形中养成了孩子们做家事的习惯 也促进了亲子间的互动 将制服摆好摊开 接着折袖子折衣生 中正国小一年一度的中正之心达人秀最近陆续登场 不过有别于一般比赛 不是比唱歌比跳舞比画画或是比运动体能 想要成为中正之心必须要会折衣服 而且要折得快折得整齐 就是鼓励孩子在家里多做一些家事 跟我们的生活经验相结合 所以学校才会举办有关于这个折衣服比赛 那之前我们有举办红扣子 希望孩子透过这个比赛认识到 也正确的一些折衣服方式 那也从中了解到 其实我们跟我们的生活经验相结合 这种的基本能力配合学校的生活教育 我觉得是非常具有意义跟价值的 中正国小校长徐少佑表示 现在很多孩子在家里头其实不会做家事 但透过这次的折衣服大赛 学生会主动请教父母折衣服的技巧 也会帮忙折衣服 无形中也让学校教育跟家庭教育相互结合 发挥最大的效益 我们也请小朋友 也可以请教父母亲 这个衣服的折法 怎么样方式是最快 又最方便 又最整齐的 我发现有些家长反应很好 发现因为是用比赛 那孩子愿意开始折衣服 那亲子之间的关系就更紧密 除了折衣服大赛 今年的中正之心打人秀 还有蛋糕装饰大赛 小朋友可以利用学校提供 或是自己准备的材料 自由创作装点蛋糕 挤上奶油 放上葡萄干 棉花糖 饼干 糖果 水果 各式各样造型的蛋糕出炉 各个精美又可口 令人垂涎三尺 也充分展现了中正孩子的无限倡议 及多才多艺 记者成品这门奇 新店采访报道